都说专家是最具权威性的代表,所以我们都会遇到不懂的问题,就想着找专家给核实一下,才感觉心里踏实。 如同吃了定心丸,但是专家真的靠谱吗?还真不一定。 正所谓,智者前律币有医师,举报到未经电台的一个热播健保节目天下收藏。 主持人王刚因为被质疑鉴定错了文物,而挫杂宝贝,被人高尚法庭。 如今这类事件层出不穷,各界广发关注的同时,也对专家的鉴定能力产生了质疑。 在2012年的《一期天下》收藏节目中,一位叫做傅长勇的河北中益大夫,带着自己的古董上了节目, 他带来的宝贝是一对前白右鸭手碑。经过在场的几位专家分析和点评之后,这对手碑被确认为是赝品,是现代仿制品。 于是作为节目主持人王刚,开始了他的砸宝环节,砸坏了其中的一只手碑。 作为持有人,傅长勇不能接受这一现实。 他声称自己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找了多个检验单位鉴定过,自己的宝贝就是真品。 节目结束之后,他也带着剩余的一只手碑找了其他鉴定机构。 君表示确讨无意,并且,又专交给他第一对手碑估值,超过680万。 于是愤懑不平之下,傅长勇家北京电视台和主持人王刚告上了法庭。 当然在案件审核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各种事项。 比如原告方专家这个手碑,的确不是现代宝质品,但是是明大成画家近期间的古代宝质品,而同一样具有价值。 而被告方专家鉴定就对手,碑就是现代宝质品。 反正双方争执不下,而到底如何评判是古代还是现代宝质品? 有没有具体统一的标准? 这一经成杂宝带来的案件,最终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。 第一,假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吗? 其实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 古代的仿质品虽然是假货,但是因为是失传的古董,年代旧远,由古人的老手艺制作而成,因而也具有不二的价值。 第二,电视节目为了商业利益,花样辈出,缺少谨慎,就拿这几年就行的健保节目来说,因为风行一时,而纷纷效仿。 许多节目为了吸引关注,而设置许多大尺度环节和令人振奋人心的活动设置。 第三,到底什么样的专家,才真正具有权威和说服力? 就如同这次节目中设计的几位专家,能否代表贡献力? 而且他们真的可符合信吗? 所以,从这场经承杂宝案件中,我们确实是要思考,专家确实是行业里的纸牛儿。 但是不能太绝对,毕竟老话说得好,智者前率必有医师,更何况当下商业化的社会,受利益趋势的各种因素不得不让我们小心谨慎啊。 同样也希望更多的专家们好好反思,又得改之无责加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